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同治二年雍和宫的隋城殿突然起火 步兵统领率人将火扑灭以后 因为隋城殿中供奉着很多的皇家的御婴之物 所以步兵统领不敢怠慢 急忙将此事禀报给了当时的宫亲王易新 易新也觉得姿势体大 所以亲自到现场去查看 当他走进隋城殿的时候 发现隋城殿中供奉的五座金漆木制塔 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在最中间的那座木塔 已经被焚毁 只剩下了一个塔座 无意中有人发现塔座上的盖板是可以移动的 打开盖板以后 发现了下面有几个经书箱子 还有一个南木盒 打开南木侠以后 几件物品是赫然在目 其中有一尊雍正的塑像 几幅雍正的画像 一部佛经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十二幅年轻女子的肖像画 我们展且将之命名为十二美人图 那么这十二幅神秘的美人图为什么会在这里 有人说是不是明家真品绝世孤作呢 据后来考证这十几幅画都不是什么明家大作 都是清朝本朝人的作品 其中还有一部分就是雍正本人画的 所以在当时来说 它肯定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收藏价值 而且即便它真的是明家所作的话 通常这类的字画都供奉在右边的塔中 而不会供奉在最重要的最中间的塔座之下 再有据清宫档案记载 所有放置在随城殿中的物品都有登记造册 在登记簿上 我们可以查到南木盒中的那部佛经 但是我们看不到十二美人图和雍正的塑像登记在侧 看起来他们似乎是被神秘的放在了这里 放在了这个隐秘的塔座之下 在这小小的塔座之下 似乎又创造出了另外一个更小的私密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只有雍正和这十二幅美人画 以及他们的信仰佛 那么这十二美人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才能够在雍正的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如果这样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画作本身的话 那么它就一定是体现在画作中的人 通过对比这十二幅画作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 这画的是同一个人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这十二幅画作后来连同雍正的塑像和肖像 以及那部佛经一同被移往了寿皇宫 而寿皇宫历来都是用来供奉 清朝皇帝皇后遗像遗容的地方 那么这个神秘的女人到底是雍正的什么人 她是她的皇后还是她的妃嫔 但不管她是谁 她一定是雍正心中最爱的那个女人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 她一定是雍正后宫中的某一位 那么她到底是在甄嬛传中那位阴险狠辣的皇后 还是那位嚣张跋扈的华妃 或者是曾经忍辱负重的甄嬛 她到底是哪一位呢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十二美人图后面的雍正的爱情 从雍正的妃嫔中找出这个神秘的画中人 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至少比从她的父亲康熙帝和她的儿子乾隆帝的妃嫔中寻找 要容易的多 雍正皇帝总共有大概三十个在册的妃嫔 而康熙帝呢 有六十多名妃嫔 而乾隆也有四十多名 而且我们还不用从雍正的所有妃嫔中一个一个的筛选 因为这十二幅画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让我们可以缩小这个搜索的范围 首先这十二幅画作都是根据实景创作的 也就是说她的背景并不是画家自己脑海中虚拟的 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场所 在其中的第一幅《囚装对镜》中 美人的背后是一幅书法作品 如果我们凑近了看 可以看到这幅书法的最后的落款 叫《破尘居士》 下面还有两个小章 分别写着《湖中人》和《原明主人》 《破尘居士》和《湖中人》都是雍正皇帝在他做雍亲王的时候的字号 而《原明主人》也是康熙皇帝在将《原明园》赐给当时的斯拉格作为他的府邸的时候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给自己起的一个字号 康熙将《原明园》赐给斯拉格的时间是在公元1709年 而雍正登基的年份是在公元1722年 那也就是说 这幅画创作的时间 应该是在公元1709年到公元1722年 这段时间内 雍正皇帝还在他的《原明园》做他的雍亲王 所以画中的女人一定是在这段时间内陪伴在雍正皇帝的身边 这时候雍正皇帝身边主要是有四名后妃 一名呢是迪弗晋乌拉纳拉市 就是后来的孝敬县皇后 就是在《甄嬛传》剧中那位很辣恶毒的皇后 可是历史中的孝敬县皇后可完全不是《甄嬛传》中的样子 孝敬县皇后在历史上是以贤著称 对后宫的其他妃嫔也是非常的宽容 雍正与他二人的夫妻关系呢 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 可以用中国传统上的相敬如宾这四个字来形容 在雍正心目中 她是一个合格的皇后 是不可取代的 另外一个就是当时还是格格 后来被晋升为喜妃的乾隆皇帝的生母 纽葫芦氏 也就是剧中的甄嬛 再有就是后来的齐妃李氏 她身有一个儿子 后来长大成人 就是红石 第四位就是年庚瑶的妹妹 后来被封为皇贵妃的年氏 我们用排除法来找出画中的女人 究竟是她们四人中的哪一位 首先应该被排除的是其妃李氏 因为李氏比雍正皇帝还要年长两岁 这时候如果是1709年的话 那这时她的年龄应该已经是33岁 如果是171几年或是172几年的话 那她的年龄就更长了 已经超过了40岁 这与话中女子的年龄是不相符的 李氏虽然曾经也很得宠 不过那是在康熙30年的时候 那时候她在雍正的眼里成熟而富有风韵 所以雍正也非常宠爱她 但是到了1709年 也就是康熙48年 她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幸好她还有一个长大了的儿子 红石 皇后乌拉纳拉氏和乾隆的生奴纽呼噜氏 他们在清朝的档案中 都能找到他们正式的肖像画 大家对比一下 不难发现 他们与画中的人完全是两个人 皇后的脸型明显显得比画中人要更方正一些 而纽呼噜氏也一样 画中人明显带有着一种书卷气 而纽呼噜氏的画像 则让人看出了很多质朴的气息 而且皇后也好 纽呼噜氏也好 他们都是满人 而画中的女子穿着却是汉人的服饰 这几套标准的汉朝女子服饰 就将我们的目光聚焦在最后一位的后妃身上 她就是敦肃皇贵妃年事 在《甄嬛传》那部剧中 骄横跋扈的华妃年事 历史上的年贵妃可完全不是甄嬛传中华妃的那副模样 实际上历史上的年贵妃知书搭理 闲境温柔 她对皇后很尊重 与其他的妃嫔相处也很和睦 在她美丽的面庞之下 还透着那么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就像我们在这十二美人图中看到的那样 所以毫无疑问在这段时间内 她就是雍正皇帝最宠爱的女人 也很有可能就是画中的女人 年贵妃是在康熙五十年 也就是公元一千七百一十一年的时候 嫁入雍亲王府的 那个时候雍亲王已经是三十多岁 在她嫁入之前 雍亲王对她所有妃嫔的态度 就是与鹿君瞻 争取多生几个儿子 李妃的年龄稍长一些 所以最早得到了雍正的宠爱 而且李妃也是汉族女子 又略通文末 在我们大家心目中 雍正是一个严肃 甚至是有点严厉的君王 但实际上在雍正的心中 一直住着一个文艺小青年 雍正对诗与画都有很高的噪音 而且他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这与他的那个十全大儿子乾隆 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 雍正走的是淡雅俊勇风 而他的儿子乾隆走的可是繁复堆砌风 我们可以看看雍正收藏的书画作品 再看看乾隆的 我们以前讲过 乾隆也有一大嗜好 就是喜欢在他的那些收藏品 那些名家大作上写自己的心得体会 而且还喜欢盖章 乾隆本来据说就有一千多个章 所以他就可着劲的盖 得哪盖哪 在乾隆的眼里看来 凡是画中留白的部分 那都是应该被盖上章的 我高度怀疑 现在弹幕的发明人 肯定是看过了乾隆收藏的书画作品以后 触发了他的灵感的 也许正是因为雍正本人的文化修养 所以他心仪的女人应该是有文化的 那时候得宠的李氏还算是略通文末 而皇后以及乾隆皇帝的生母 纽葫芦氏 明显在文化水平方面是略须一筹的 纽葫芦氏那时候还并不是飞 而指是一个格格格格是亲王府中第一级飞贫的称呼 说起来也巧 年贵妃嫁入雍亲王府的那一年 正好后来的乾隆皇帝出生 在这里呢 我想稍微跑一下题 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康熙皇帝之所以选择雍正作为自己的继任人 主要是看中了雍正的儿子乾隆当时的红利 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公元1722年 也就是康熙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中的有一天 他去雍亲王的府邸圆明园去游玩 雍亲王这时候就叫来了他的儿子 那时候已经11岁的小红利来见他的这位爷爷 康熙一眼就喜欢上了红利 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 同时呢他又接见了红利的生母 就是那位纽葫芦士 看到纽葫芦士以后 他说纽葫芦士是有福之人 后来乾隆继位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说法 说康熙帝是看中了红利 才传位给雍正 但实际情况应该并非如此 康熙皇帝有很多的孙子 他对他的孙子都十分的疼爱 很多的孙子包括十四阿哥的孙子和八阿哥的孙子 都经常陪伴在他身边 时间要远比红利 陪伴在康熙身边的半年要长得多 更不要说还有废太子尹仁的儿子 他的长子红熙 那可真是康熙皇帝从小看着长大的 祖孙二人在一起的时间 要远比红利的那半年时间要长得多 从很多史料包括朝鲜的李朝时录中 都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最喜欢的孙子 很可能是前太子的长子红熙 所以康熙皇帝临死时才对马其说 要封红熙为亲王 红熙也是所有红字辈中的孙子中 最早晋升亲王的 而那时候的红利还不过是一个光头的辈了 康熙朝和雍正朝的所有史料 都没有能够反映出 康熙对红利有什么特殊的偏爱 而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有了以上的那种说法 而说这话的人正是乾隆皇帝本人 而乾隆皇帝在登基以后 查办的第一起皇室内部的大案 针对的就是红熙 红熙最后被幽禁而死 从那以后乾隆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孙子了 说起来乾隆也真的是很幸运 如果说他晚出生一年的话 那么恐怕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了 因为自从1711年年贵妃嫁入雍亲王府以后 雍亲王只同年贵妃生孩子 一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 在这15年间 雍正皇帝与年贵妃生了三子一女 而与其他的妃嫔与皇后并无一而伴女所出 也就是说自年贵妃嫁入王府 一直到他去世 在这段时间内雍亲王对他是专宠 没有什么羽露君瞻 只有独木君恩 年贵妃的祖父父亲 以及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尽世出身 年贵妃从小在这样的书香环境中长大 自小自然也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美丽的容貌加上知性的气质 自然也就成了雍正心目中最完美的女人 15年的专宠自然也就毫不奇怪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疑惑 年贵妃怎么会穿的是汉服呢 清朝入关以后就实行剃发义服的政策 为了这条恶政还真是杀了不少的汉人 那么作为雍正的妃嫔 他怎么敢就这么公开的穿汉服 即便他是个汉人 不是也应该穿满清的服装呢 清朝入关以后确实实行的 剃发义服政策非常的严格 但这种严格只针对于男性 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实从实不从 其中就有男从女不从 就是说汉族的女子在家中如果穿汉族的服饰的话 并没有什么不妥的 也不会为此被杀头 但是男性必须要穿其人的服装 这也就说明啊 清朝的几百年并没有使汉族的女子的服饰的传统被断绝 不然的话也就不会有日后的旗袍 旗袍呢就是中国传统女子服装中的身衣 与其人的旗装相互融合 最后形成的这么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服饰 画面中的女子着汉服 而且是一耳一坠 充分说明她就是一个汉族的女子 而绝对不会是满人 满族的女子 大家看了很多的轻功剧了 应该知道满族的女子都是一耳三前 就是每只耳朵上都打着三个洞 而且都挂上了耳环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了 我打三个洞就戴一个耳环行不行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你买一个西红柿戴三个购物袋也是可以的 而且如果你如此装扮 在清朝的后宫中 那么恭喜你 你还有了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 就是宫女 在清朝的后宫 宫女是耳朵上有三个眼 但只能戴一个耳饰 其他的两个用铜环穿过就可以了 只有在后宫中有一定地位的 飞也好 贫也好 答应也好 那才有资格戴三个耳环 画面中的女子一耳一坠 身着汉服 完全可以证明她就是一位汉族女子 因为一耳一坠 与一耳三前 这是有严格的区分的 这条界线是不可以逾越的 所以这个女子一定是汉族女子 因此有一种说法 说画面中的美人 有可能是雍正的嫡妃 乌拉纳拉氏 乌拉纳拉氏是奇人 肯定是一耳三前 也肯定不会着汉服 汉人女子在家中着汉服 满清政府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奇人不管是在哪里 一定是不能着汉服的 民间传说中的男从女不从 毕竟只是民间的这么一种说法 并没有得到清朝官方的认可 也就是说清朝正式的法令中 并没有说汉朝的女子可以例外 这或许也就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这十二美人图变得如此的神秘 在史学界还有一种说法 说这十二美人图 并不是雍正的任何一位的后妃图 就是一个简单的侍女图 提出这种说法的是 故宫博物院的资深的见证师 朱家进先生 朱家进先生在翻阅清朝内务府的档案中 发现曾经提到过 在雍正十年的时候 雍正名人将圆明园申柳读书堂中的 十二幅屏风上的美人图取下来 重新装表存入宫中 当时清宫档案中记载的就叫十二美人图 据此呢 朱家进先生就认为 这肯定不是雍正后妃们的画像 因为所有雍正后妃的画像 都要冠以毛毛喜荣的名称 而这十二幅画只说是十二美人图 如此称呼雍正的后妃 那是属于大不敬 所以这十二幅画一定是与雍正的后妃无关 不过呢 这种说法很难解释 为什么雍正会将这十五幅画放在那么一个私密的地方 后来又被移入了寿皇宫 几副普通的侍女图 怎么会得到雍正如此的真爱呢 我在想啊 之所以这十二美人图 没有关于什么非喜荣的字样 是不是与画中的这位女子卓汉服有关 因为毕竟卓汉服虽然是大家约定俗成 但并不被当时的法令所允许 所以雍正只能隐去了画中女子的真实性命 因为她知道画中的女子一定不会在乎她名字前面的那些头衔 雍正也不在乎 在雍正的心目中 也不想紧紧的把她当作一位妃嫔来看待 而真心的希望她就是她身边的最喜欢的那个女人 年贵妃为雍正生了三子一女 但很遗憾 这四个孩子都过早的夭折了 最大的也不过只活到了八岁 年贵妃的身体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频繁承受的丧子丧女之痛 她的身体越发的不堪了 第三子早产之后 她也失去了生育能力 御医也告诉雍正皇帝 说年贵妃的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 她已经不堪龙体的恩责了 意思就是说 她已经不能再行男女之事了 但即便如此 雍正仍然每晚都招兴她 雍正当然不会是迷恋二人之间的床帝之欢 如果这样的话 她完全可以去找另外的悲嫔 雍正不过是想和她一起说说话 聊聊天 她对年贵的感情 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欲望 对于雍正而言 年贵妃很可能是她的知者 是她能够倾吐心中苦闷的那个人 据史书记载 年贵妃是雍正后宫中唯一一个敢对雍正提出劝诫的妃嫔 雍正是什么人 一向是杀伐果断不留情面 能够敢在她面前劝诫的人少之又少 更何况是一个女人 而史书记载 年贵妃 领 真归于图史 就是说她可以引经据点 非常严肃的对雍正皇帝进行劝谏 她与在皇帝面前微微诺诺的那些妃嫔截然不同 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本身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素质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雍正对她的宠爱 有此爱我们也能看出雍正对年贵妃的爱 并不是那种皇帝对手下妃嫔的那种夏卿的爱 而是有一种平等的 将对方视为自己心灵伙伴的那种爱 到了雍正三年的时候 年贵妃的身体是越来越差 雍正特意下旨 将年贵妃封为皇贵妃 大家知道皇贵妃相当于父皇后 地位仅次于皇后 而且从康熙朝开始就有一个规定 在皇后在世的时候 是不设皇贵妃的 但雍正为了年贵妃完全不顾这个组治 在乌拉纳拉氏皇后还在世的时候 就封年贵妃为皇贵妃 很可惜啊 情深不受惠疾不伤 年贵妃终究没有熬过雍正三年的那个冬天 那年冬天雍正正在举行冬至的祭祀大典 年贵妃因为病重并没有参加 雍正在大典结束之后 虽然说还有很多的活动需要她出席 但雍正推掉了一切的例行活动 快马赶回了圆明园 在年贵妃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要陪在她的身边 在年贵妃去世百日的时候 雍正让造班处督办了一块牌匾 上面写着四个字 天长地久 这个牌匾就挂在养心殿的一个屋内 这个屋也就成了天长地久屋 天长地久就是天长地久有尽时 此恨绵绵无绝期 年贵妃虽然去世了 但是她的黄贵妃宫并没有被裁撤 仍然有宫女在那里负责打扫 想必雍正也会不时的到那里去坐一坐 或许她期待着能够在那里再见到她的黄贵妃 能够再听到她的浅畅低音 能够再为她画一幅画 年贵妃的子宫就放在北京的定慧寺 而其他妃嫔的子宫都放在更西边的田村 年贵妃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雍正经常去定慧寺那里掉夜她的爱妃 但其他妃嫔的子宫她从来没有去过 除此以外 雍正还一直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拿出银两 为年贵妃停灵的这个寺庙布施 希望为她的往生祈福 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雍正驾崩止 人们经常说爱无及乌 雍正对年贵妃的爱自然也就延伸到了年氏的家人 年贵妃的父亲实际上在康熙年间就已经退休了 但是在雍正年间一直是做她的一等功 这在清朝对于臣子来说已经是最高的爵位了 还有年贵妃的两个哥哥 大哥年西瑶和二哥年庚瑶 有人说雍正对年贵妃的宠爱主要是因为雍正要拉拢年庚瑶 其实年是一门都是雍正一手提拔起来的 雍正是主 年家是奴 没有听说主人要拍奴才的马踢的 后来年庚瑶犯有种种重罪 但雍正并没有杀她 只是将她罢了官 一直到了年贵妃去世以后 雍正才杀了年庚瑶 以年庚瑶犯的罪 朱九族绝不为国 但雍正只处罚了年庚瑶和她的一个儿子 她的父亲和兄长年西瑶并没有受到任何的猪脸 年西瑶也是一个不可出的天才 不能不说年家有着一个强大的基因 不光是全家人颜值出众而且还都智慧超群 年西瑶其实一点不比她的弟弟逊色 她是画家历史学家医生 中国透视学的开山鼻祖 我们现在常说的地平线视平线 就是出自她所著的视学这本专著 再有就是雍正与年贵妃生线的那个活得最久的儿子 福慧 这个孩子只活了八岁 但是在这八年里 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宠爱是远胜于其他的皇子的 包括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 雍正曾经命令造办处打造百石建 专门用来收藏在养心殿后面的雍正的寝殿中 福慧曾经玩过的六百多件文具还有玩具 因为赌物私人 雍正无法接受再看到这些物品时给他带来的伤痛 所以他宁愿将这一切都封存起来 同时封存的也有他的这段私藏的父子真情 雍正从来不会向别人表达他的这份丧子之痛 但他身边的人却说他心痛不可解 雍正强压自己心中的悲痛 是不想让他的政敌们看他的笑话 几年以后在他处置三二个云指的时候 提到了当年福慧死的时候 云指脸上的那副欣喜之色 雍正最后吃了他恶逆之罪 真正的痛彻心扉是不会展示给外人看的 因为对于别人来说 那不过是增添了一段故事 而对自己来说那是一场事故 是对自己心灵的又一次伤害 所以雍正选择了沉默 他沉默于那份爱 也沉默于那份爱后的痛 雍正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对于年贵妃的爱 对他的爱子福慧的爱 没有任何表演的成分 没有任何喧闹的成分 他什么也不说 但是该做的他都做了 这还不够 他还打破组织 让年贵妃以皇贵妃的身份 与他合葬 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雍正义无反顾的实现了 他与年贵妃生同亲 死同血的远望 年贵妃的嗜号是敦素 敦这个嗜号呢 是一个美式 但是很少用于女性 敦素两个字连在一起 是在佛经中形容如来的 雍正笃信佛教 很可能年事也是 所以雍正给了年贵妃 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最美好的嗜号 除此以外 这个嗜号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诗经云 素雍和明先祖诗听 有来雍雍致指素素 素和雍就是两个对称的词 是经常被用在一起的两个字 敦素意思就是敦素与雍正 我们再来看看视频开始提到的 那个在随城殿中被烧毁的金漆木塔下面基座中存放的那几件物品 雍正的塑像画像十二美人图 也就是年贵妃的画像 还有就是佛经 这分明是雍正为他的年贵妃安排的一场 在他心目中最高规格的葬礼 佛教中的塔葬 而在现实世界中对应的 就是雍正让年贵妃与他合葬 不管在意识层面还是在世俗层面 雍正都想和他的年贵妃始终在一起 在九子夺嫡中胜出的雍正无疑是一个胜利者 但这个胜利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的大的 他的亲生母亲嫌弃他 他的同胞兄弟算计他 他的臣子想背叛他 外界还有那么多的流言蜚语在诋毁他 年贵妃无疑是雍正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 也是他的白月光 因为只有在他那里坐在冰凉的龙椅上的雍正 才能体会到那些许的温暖和烟火气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富兰克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